一直到我出事 我出事之後大概快一年 我弟弟有一天 忽然拿了一本剪貼 你出了什麼事 就是 就是做了 於社會所不容的事情 我真的好奇弟弟的心情 那時候會不會覺得 突然間解脫了 因為哥哥不是那麼完美 所以就是說 當我做了這個 做了這個事情之後 然後一年之後 我弟弟忽然有一天 拿了一本剪貼布來給我 上面是所有的報紙 就我出事的時間還蠻長的 經歷還蠻豐盛 所有報紙上的剪貼的 每一則新聞 他通通去蒐集 通通去剪下來 集成一本剪貼布 然後拿來給我看 你聽好了 你看看什麼 所以對我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就是說你在這種時候 你沒有挺我 你沒有說哥哥你現在 你要堅持 你要拚 你現在這樣 你怎麼辦 你事業都沒了 名譽也毀了 你怎麼辦 或者說你現在離婚了 你一個人要不要來家裡吃飯 都沒有這樣做 然後給我看這本東西 我覺得 你是幸災樂禍嗎 你是很高興我這些倒楣事嗎 不然你幹嘛這麼認真 去蒐集這些 對我不利的 不好的事情的報導 當然那都是事實 那可是 後來我比較能理解 對他來講 他終於能夠擺脫這個陰影 擺脫這個壓力 哥哥你終於比我差了 你終於比我差 我一輩子不如你 現在你不如我